一言李克勤 六月二日 现身香港旺角街头 出其世界杯宣传活动 一向是自身球迷的他 今年会不会也像往年一样 协家带口去举办地观看赛事呢 今年不去了 因为其实说真的 也聚了几遍 我第一次去现场看决赛的 就是94年的时候 在美国 都已经很多年前了 那个时候就一个人 跟明星足球队的其他队员去 然后后来就跟太太一起去 然后去 不是去了四年前 在巴西的就跟太太 然后还有我爸爸 一起去 所以如果今年要去的话 儿子也会希望可以去 那要去的话 要带的人就实在是太多了 俄罗斯也真的不太熟 也没去过 然后配套方面安排 我也觉得有一点担心 所以最后还是留在香港看吧 虽然李克勤 今年不会前往俄罗斯看比赛 不过这可一点也不影响他作为球迷的心情 李克勤透露 一共64场赛事 除了特别离谱的比赛之外 应该全部都会准时收看 那两个儿子也是球迷 今年可以陪爸爸一起守在电视机前咯 当然会啊 他们喜欢 英格兰当然会喜欢 因为我是支持的 然后他们喜欢法国 会啊会啊 其实两个孩子 真的非常喜欢足球 然后 正好也是他们在放暑假 我觉得还是可以到让他们看一些 或者在晚上的当然就不行了 说起李克勤的两个儿子 可不是只对足球有兴趣那么简单 今日看到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 就上传了小儿子Rex 在学校足球比赛中 夺得年度最佳球员的照片 真是厉害的 不要不要的呢 这是他们学校里面的一些 一些替足球的奖项吧 没什么没什么 跟香港的足球现象不一样 母方全媒香港报道 台湾